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面看一面在反省 他里面也有一些话我到现在还在思考 比方说里面女的 当他要嫁给这个西门庆的时候 比方说孟玉楼 这是他的第三个 还有后来的那个李平儿 人家都劝 人家说这个男的不好 这个男的对女的不好 家里已经有很多人 他们都用同一句话 叫车多不挡路 那个船多不爱港 两个女的讲的是同样的话 意思是说一个男人 这个显示当然是一夫多妻的 这个社会现实了 后来我在想 为什么那时候的女的就这么接受呢 当然现在社会学我们都明白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夫多妻 对不对 你不嫁有钱的人家 那你就做丫鬟 或者到烟花厂里 或者去打工 那你没别的别的出路 就算你现在跑进去 你是第一个 后面也还会接着来 所以你迟早得接受 这么一个现实 就觉得女的挺惨的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 你知道吧 西门庆找的 基本上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都是中年圣女寡妇收容所 他找的女的年纪都不小 孟玉楼比他大三岁 对 他当时二十七 女的三十 你知道那个时代 十五岁就怕脱了 对对 徐老师这个发现 三十啊 就等于今天四五十岁的一个女人 而且带着财产过来的 而且还带着很丰富的性经验过来的 后来潘金莲 李平儿也都只比他小两三岁 他的整个院里 后来这一大堆的人啊 按今天的说法 就是中年妇女集中营啊 其实明朝清朝的那种色情 就带着我们叫色情小说 好像都这样 肉扑团也是 就是如果说真的是青春少爱啊 那就是写进戏曲 比如说才子佳人故事 那是青春少爱 是 到了中年妇女阶段 就全部都到了这个 对对 穿上去了 这个是有意思的 这个你看《红楼梦》里边 他们是纯情的 实际 就是才子佳人 才子佳人 然后呢 到了要玩床上戏了 要这个性方面的探索 是吧 你看一般都是上点岁数 而且《红楼梦》之类的故事啊 就觉得找一个人嫁 就是人生的一个终点 包括现在都是 很多女的就是 我找到一个人嫁了 将来就另外一个生活了 金平美展示的 完全都是嫁了以后 两三次以后的生活 里边最好笑的 有个人算命算潘金莲 说克夫啊 他会要克两个夫啊 结果他说已经克过了 免疫了 所以张大户跟五大郎嘛 对不对 他都已经克过了 他这个里头是不是有一种啊 这个传奇啊 其实我觉得金平美啊 挺往人的欲望深处写的 就是你看 欺不如窃 窃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他这个里边 他跟很多女人都符合这种心理 包括那天文道 讲出一个讲法来 就是说这个 《红楼梦》和金平梅 都是两种超越 贾宝玉是一种作者理想的 超越凡尘的 这样一种人格 男人浪漫的一面 一个人格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谁啊 金平梅啊 西门庆啊 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 萨德侯爵 西方的那种 比如说 他跟潘金莲之间 很多的这种性啊 都已经到了这种 SM的这种阶段 因为那个 甚至是超越了这个爱 你说他是爱情吗 那不是 甚至 虐待 甚至有人说 肯定潘金莲 就是说潘金莲身上 体现出了人性 为什么 潘金莲想独占西门庆 不是潘金莲想独占西门庆 西门庆前面的女的都有钱 只有潘金莲是全靠 他的肉体在作战 前面的女的家里都有钱 我跟人家 只有一个孙岳娥 是他的最早的老婆 带来的丫头 是叫孙雪 我忘了 大概就 反正那个贵阿摩的那个 那个差一点 其他的 你像孟悦罗 李平儿 他们 李平儿还跟梁中书家里 有关系的嘛 都比西门庆有钱的 那些女的 潘金莲在里边 在那一个女人团体里边 弱势群体 所以西门庆 非得靠自己去打拼 不过那里面的人物 我觉得 那个关系 还不只是所谓的 性跟什么欲望 而且是那种 是再比性 再后退一层 一种宰致的欲望 对 性从来不是 我觉得从来不是 金平梅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对 你比如说像潘金莲 跟西门庆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不断的在 谁是主人 谁是奴才的一个转换 表面上看西门庆是他的主人 但是实际上不一定 他那个角色不断换来换去 位置不断展换 这就是一种性游戏 这个反映了明中晚期 有些人确实是玩到 什么叫穷奢极欲 光的不是说他花多少钱 他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那天我说 我是想起大岛主的感官世界 他有的时候到了一种啊 挑战感官 挑战感官 甚至你这个里边 都像像这个福科的这种理论 有些讲法 就是 比如说这个到魏晋南北朝 咱们所谓的说 明世风流的时候 你怎么也有这种记载 这照今天看起来啊 就是你就是腐朽的一塌糊涂 但是实际上呢 是属于一种 当然李英和说不好说 叫变态 那叫什么呢 就是一种一种一种就是 你比如说性游戏 类似于咱们今天说的这种party 这种群交 或者说是 两个两个男人 在一个房子里 互相这个跟自己的机械 我说的不是金平梅 我说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所谓这种名士 他的这种性游戏啊 也到了一种 就是说外人看起来 是一种病态 但是咱们照今天的性心理学的 这个文明的性心理学的研究来看 其实不能说它是一种什么腐朽 它就是少数人吧 还是在性方面所做的一种探索 对 但他其实这个欲望啊 你讲的是 你强调刚刚讲的是性探索 或者性的实验 那在我看来这里面 这个欲望是比性寒的欲望更深 或者说所有的欲望 都是同样的一种欲望 这个欲望是一种权力的欲望 对 我觉得是 它是在宰治 性其实也是一种宰治 我觉得是一种统治 它都是在宰治 你想想这么大的院子 大部分都是女人 西门庆他怎么来统治这么一个东西 他就像一个王朝 你国王只有一个人 大成有这么多 我用什么方法来统治 他又想不断的扩张他的这个版图 或者说他加深他的控制的程度 整个东西里面都是权力跟欲望 二者合而为一的 那么跟《红楼梦》呢 就完全不同的地方是 《红楼梦》的世界当然也很复杂 但是那个世界是个相对封闭的世界 就比如说我们看大观元 他是一个 他整个小说 至少对宝玉来说 他不要跟外面打交道 这两个小说的这个空间设定 是截然不同的 西门庆的那个世界是一个下三层的 也会降到朝廷的 是这么样的一个外在复杂的 现实的 也看谁是主人公 你要站在凤姐的角度讲 西门庆很多事情他都得做 凤姐就是一个男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站在宝玉的立场上 他可以在那里浪漫 因为衣食住心那东西 人家给他提供了 西门庆没有这么一个奢侈 他什么东西都得 他一会人家还要抓他呢 他还去还要去解救自己 所以我觉得那天咱们讲到这个金平美里 我特别喜欢这种笔法 这种笔法就叫人情世故 就他写的这种人情世故 我觉得真是知识分子写不出来 你知道吗 不是他就他对这个 你看 人情世故这个成语啊 我们老把它说成是贬义的 是不好的 可是我又觉得古代小说里的这个人情世故啊 是对我们中国人一种最体贴的观察 就是就是而且你说它是什么守旧的 是腐朽的 可是你看 比如说啊 我就喜欢他写那种话 就是你犯了事吧 少不得上下打点 这个话 这个话简直是月千年而不废 对吧 你当年新社会的人们你批评他 可是今天的中国人 你犯了事 你是不是少不得上下打点 中央编译局也少不得上下打点 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这种 中央编译局 这种人情世故 比马列主义还要深刻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个这个所以我觉得 这当代的这一位啊 比潘金莲还例外 潘金莲也骂你这个贱啊什么 但是他没有那种踏平编译局 这个口径是没有的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画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黄鹤楼 天赐淡雅香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灵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浆 古井贡酒 还说这个《红楼梦》啊 咱们老说《红楼梦》 结果老讲成金平梅 这是没什么 不不不 没关系 没关系 有一句话亮了 就是悄悄头顶 那个脚底板会响 这个是张爱玲说湖南城的嘛 现在才搞清楚 是那个李平儿说西门庆的 哎呦 这个语言 然后我这次才明白 我们上次以前讲过胡适招嘛 就是第一说女人好话 第二这个马上讲结婚 第三就是这个花女人钱 第四是一切坦白 我发现全是从西门庆那里学来 西门庆还多了两招 第五招就西风静这个能力强 狂风暴雨 你想李平儿后来 为找了一个姓蒋的 后来就觉得那个人 银而拉枪头 不行 还有个陈静记 对 然后最后还有招 就是性虐待 就是说他事情一不行 比方潘庆联一偷下面的小的 李平儿中间不听他 找了另外的人了 他跑来怎么 脱光衣服跪下 打 这绝对性虐待 你想想这个意象 他脱光衣服打 然后呢 一脱光衣服一跪下 女的一哭呢 他又说什么 胶白乱颤啊 然后就马上变成性 徐老师 料以成送否 徐老师背过了 静静妹 真是不得了 在华石道 徐书馆 中文是白读的 细细和我读的 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 现代的这个研究啊 这不是性心理虐待了 毛主席说了 任何关系 甚至包括性关系 背后都是权力关系 政治关系 你比如说 像是这个英国人玩的那种 不光是这个性虐待了 甚至到最后啊 叫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你知道很多英国贵族 这个国会议员 越有身份的人 为什么越玩这个 他愿意喜欢被个女的 那个狗链子拴着 还有打着他 还有一些神父 还有一些祖教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来讲啊 那是自由之道 为什么是自由之道呢 就是这些人呢 平常身上的这个身份呢 使得他呀 都这个面具都揭不下来 可是只有在这种 这个游戏当中 在这种游戏当中 他呀可以就是 求饶 我是狗啊 你这冲我身上撒尿都行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啊 他无形中你知道吗 他的灵魂觉得得到了解脱 他从他平常的那些身份 社会规范当中 而又觉得解脱 所以 所以过来也是一样 反过来就 所以以前那些嘉年华会呢 都是让乞丐扮演国王 或者那天我们看到 那位三西朋友 颠覆 去去 花了十万 洗那个头汤 头汤 一个温泉 洗澡 他那个就是 也是一个 大概平常 恐怕也有点不如意的人 那么要过过皇帝的影 你说的 哎呀 让我想起 我的一个朋友 当然他说的不一定对 他就说啊 说为什么中国这些 有些这个官员啊 找一百多个情妇 说包括像这个 咱们说的编译局的 这个一局长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掩盖心无能 不是 他就讲啊 平常你想一想 中国的这些官员 他们是怎么一个生存处境 他对上边 每天呢 像个狗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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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人的 所以他的这个控制欲 就是说 按说咱也好女人 可是你至于找一百多个嘛 你那叫干什么 那就不跟 那跟可能跟性 没有太大关系了 对 他的一种控制欲 就是说 这么多女人 因为我平常 都是被人控制 我平常完全 对 一个奴才 没有什么尊严嘛 对 没有尊严呢 你中国 你就连 不要说政府官员 你到任何一个写字楼 大楼 一个什么单位 最门口的一些保安 都是这样 那些保安是平常 整座楼里面地位最低的 就挨骂挨教训的 但是他一有个什么机会 就证件了 什么 他一下反过来 然后 拔护张扬 然后如果有机会 可以偷窥 可以揭露 可以揭示里边的男女 他知道有什么 潘金莲 西门庆的事情 那他也可以发挥 所以正因为 宝玉 这个西门庆 他是我们人性的 这两面 我说 反过来 我们越讲 金平梅写得好 越觉得 《红楼梦》珍贵 因为《红楼梦》 就是一个 金平梅的底 上面加上了 我们的理想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红楼梦》走出了大官员 就是金平梅 他们在打交道 在处理 你当他处理 尤二姐 尤三姐 在外面的事情 凤姐处理 就跟金平梅是一样的 可是《红楼梦》 就是有那么一个 不知道哪里天 隔了几百年才出来的 这中间隔了 隔了好多 这个小说的格局 是一样的 200年吧 你知道 就出现了那么一个 彩霞 你知道《红楼梦》里有一段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贾雨村炎 真是尹和贾雨村 在葫芦庙前后那段 碰见了 他给他讲宝玉的时候 讲到一段话 就说 这个世界上 有正气 有邪气 有正气的人 可能就去做大英雄了 有邪气的人 可能就是坏蛋 对吧 他说 但是剩余这么一些个 正邪二气 纠缠在一起 徘徊不散 这个气啊 有时候会附体 附在一些人身上 就出来了这样一些 就是不正不邪的 或者在正邪之间的 或者一正一邪的 这样一些人物 这样一些人物 是些什么人呢 如果这样的人 做了皇帝 那么他就是礼后主 他就是宋徽宗 如果这样的人做了画家 他就是倪云林 就是倪在 如果这样的人做了 比如说做了娼妓 之类的 可能就是李时诗 或者说柳如世 这个我不一定记得的名字 那他意思就是 宝玉就是这样一种人 就他说 这个里头啊 有他标准的 这么一种人格 就是说 他觉得世界上啊 有非常 宝玉不同 宝玉哈 你记得有个细节吧 那个他的弟弟 把那个油灯 啪 破烂 搞到他脸上 全烧起来 原因是因为宝玉 在跟他喜欢 那个丫头 在说话 结果宝玉就 大家很惊讶嘛 怎么办 他们跟老太太说 是我自己弄翻的 对 是我自己 就是宝玉 怎么着 我总觉得 宝玉有这份善 你说他是善 还是为了掩盖 他刚才的花心呢 我觉得善 用来评价宝玉 可是太俗了 你知道吗 对 你觉得 对他来说 这不是个问题了 宝玉这种人 善早已经 不是一个问题 是干净 是纯洁 是 就是说 宝玉代表了一种 什么人性啊 就是说啊 你们这个主流社会 所有的价值观 不管是 帝王将相 还是为什么什么 事业而奋斗 还是考大学 公平义录 还是得诺贝尔奖金 所有的这一切 在我看来 都叫一大俗 你说宝玉是 另一个世界的 另一个世界的 所以他最后要出家 这是个早有散根的人 我记得就是 芝加哥那个 于国凡教授啊 他写《红龙梦》 他也翻译西游记 他写一本书讲红龙梦 我觉得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 《红龙梦》基本上 就是虚构小说 我们都知道 虽然我们都总是 试图把它当成 理解现实的一个通道 但这个虚构小说 好玩是什么呢 就是一开头 跟最后结尾 通常是大家 最没有怎么谈的 那开头讲的 就是那个石头 怎么出来的这个故事 这个玉怎么来的故事 而最后就他出家 那么这一头一尾 中间框住的 恰恰就是 整个虚构框架的 这个底子嘛 这一切以后 就拖上一个虚构 所以问题就来了 就为什么虚构 这样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 广告以后 你负责解答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从事两岸关系工作 二十余载 他筹备员参与了 举世瞩目的九二故事 和汪姑会谈 中国的主要 包括台湾大陆 北洋之间的底涵 是重叠的 是一次的 北洋问题的解决 当然靠北洋 但是会都到底 是大罗主 制定了这个 北洋关系发生的风险 对话历史亲历者 探寻两岸关系 背后的故事 专访大陆海协会 前常务副会长 唐淑贝 风云对话 星期日 凤凰 卫视中安台 风骨酒王凤凰冲击播 由风骨酒王赞助播出 低醉酒度 风骨酒王战略合作 来文道解答一下 你就看看他这种虚构的本质 我不太记得 因为那书 我很多很多年前看 我忘了 于教授是怎么讲 但你有个很强的感觉 就是 其实 作者 若是潮水星的话 他是很强调这一点的 他很强调 我们在写一个 在读一个虚构故事 那这个虚构故事 其实 那么的具体 那么的写实 但是那个世界 其实是个很虚幻的世界 大观元 那么封闭的世界 世界上是不存在 或很难在现实中存在 所以他 在虚里面 把都是写到 如此实的时候 最后再揭穿 这到了最后 还是会 一切也都是会毁灭 对 都是会消失 所以他还是回到这么一个 中明清小说 常见的这种空洞的 带着佛教色彩的 鲁迅有大把大实话 讲红楼梦 他说红楼梦 最大的好处 是好人不全好 坏人不全坏 这个就是他讲的 最最明显 因为你相比之下 你水火三国这里边 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 到今天也是 所有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 就通俗文学 金平梅呢 反而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没好没坏 对 他从头到尾 没好 唯一的我们觉得 有点好的是李平儿 和西门庆对李平儿 仅存的那一点感情 我们觉得稍微有点 但除此之外 是没好没坏 那红楼梦里面就是 说凤姐做了那么多坏事 但是大家照样喜欢她 但是对不对 我觉得红楼梦的 这个了不起啊 它是只能见得出 我们的狭隘和可笑 你记得吧 哪个年代的人 比如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说 他批评了清朝 他批评了封建社会 等将来另一个社会 又说他批评了什么社会 其实我觉得 他真正的悲剧是 不管好还是坏 这个世界 这个命运 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实际它是到了生存 人的生存意义 你比如说 他写的那些个东西 就是说 你不管是当官 还是挣钱 还是写小说 你还是干什么 你这些到最后 通归于一个土馒头 通归于无 王国伟 王国伟 也是用悲剧的理论来解释 他说第一种悲剧 是有坏人 第二种悲剧 有个突然事件 第三种悲剧 是所有人是因为 他们不同的位置 产生的悲剧 这最难写的悲剧 《红楼梦》就是这样的悲剧 对 一切的人 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人 你们到最后 都是悲剧 你说 而且我觉得看得出来 《红楼梦》这种小说 就示范了一种艺术创作的一个暴露 就是说 其实它本子上 是《财子佳人》小说 对 是最通俗的东西 超越了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 地球宣言